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乐伙子表态 我是穆斯 那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呢 我们还先从Risk Check开始吧 我今天带的是 卡修的农家像树 GM2100 好了言归正传 那今天为大家评测的这款表呢 是我个人认为在4000人民币这个价位以内 颜值最最高的表款之一 它的牌子呢比较小众 是由手表设计师Fulin和手表收藏家Mari 共同创立的新进品牌 这个品牌的设计理念呢 其实是源自于百达菲利最最经典的 这个技术马表1463 百达菲利的这款1463 具体经典到什么程度呢 它已经成为各大品牌 争先恐后致敬的目标 甚至连大命定里的罗杰杜比 都推出过设计于1463 颇为类似的Hommage表款 不过这个百达菲利的经典设计呢 其实借鉴的品牌虽然很多 但是真正能把质感做出来的 却来料无极 很多小伙伴们都会纳闷说 不就是仿百达菲利的股东表吗 超还不简单 事实上超真的不简单 因为1463呢 太稀有也太贵了 很多抄袭的品牌 可能连真表都没有见过 只能参考网上的数据和网图 这样出来的设计图呢 可能整体看上去是还挺不错的 但实物很容易比例失调 作为骨灰级收藏家的中东大佬 Mari 却可以完美的把1463的神韵还原出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款表的设计呢 在2021年度的GPHG瑞士日内瓦钟表大赏上获奖了 我这次入手的蓝色是品牌去年年底发布的第二批配色 那第一批的五个配色呢 已经全部卖完绝版了 其中我个人觉得说初代发布的三文蜜配色是质感最棒的 不过我手上这款深夜蓝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38毫米的这个白达菲利Color Travel表壳 那还原度其实非常的高 甚至连这个底盖啊 它都做了跟白达菲利一模一样的这个拉丝 还有这个抛光的这个入旋式的处理 那基金方面呢 为了控制成本和售价 这款表采用了日本精工的VK64 MechaQuad基金 什么是MechaQuad基金呢 它的走势部分是由时音控制的 而它的气势码表部分则是机械动力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 除了手表本身还原的非常原汁原味之外 就连这个包装盒还有这个证书 都还原了当年白达菲利的这个同款呢 非常的用心 另外呢 原厂还额外附送了一条咖啡色的皮带 对这种增加成本造福消费者的行为呢 还是要给Full & Murray点个赞的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老样子 最后再给大家来个上手吧 38毫米的表格呢 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小 我是更倾向于40到42毫米的这个正装表 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了 其实38毫米上手还是蛮小巧精致的 我觉得说如果搭配西装或者衬衫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更新到这里 还没有关注我们频道的小伙伴们呢 记得把这个subscribe点一下 那我们的Instagram呢 也每周会给大家更新 希望大家能来关注 能来点赞 我们的小红书也是 每周会有全新的内容上传 希望大家能来点赞关注收藏 另外呢 我们也开通了B站 大家收乐火 最表态就能找到我们了 我们的频道争取每周都会更新 不会迟到 下周见